缅北战局的新转折 在缅甸北部的战场上 缅来大将做出了一个重大且代价高昂的决策 派遣两个缅军师前去遏制日益激烈的反政府军进攻 这一决策犹如一块巨石投入湖中 激起了波澜壮阔的涟漪 迅速成为了整个战局中最引人注目的焦点 缅来大将的这一行动不仅展现了 他对于当前局势的紧迫感和决断力 也彰显了缅甸军方在应对复杂战事时的坚定立场 缅甸军方的战术困境 面对果敢同盟军的无人机威胁 缅甸军方目前正处于一个严峻的战术困境 他们计划引进以色列 俄罗斯和泰国的先进反无人机武器及电子干扰系统 以加强防御能力 然而电磁枪作为重要的防御武器之一 却因其指向性的局限而暴露出致命的弱点 在缅北复杂的山区战场 无人机往往难以被及时发现和锁定 使得反击行动显得迟缓而无效 缅甸军方眼下面对的困境 是如何有效应对果敢同盟军的无人机威胁 计划采购以色列 俄罗斯和泰国的反无人机武器 及电子干扰系统成为解围之策 然而电磁枪作为其中一环 却显露出致命的局限性 电磁枪的致命弱点 电磁枪的致命缺陷 在于其指向性需准确锁定无人机位置 才能发射电磁波 然而在缅北山区战场 无人机常常难以被士兵发现 导致反击迟缓 实战中被动雷达侧向 结合激光扫描的打法 似乎更为合适 然而当无人机发动自杀性突袭时 即便昂贵的雷达车也难以躲避厄运 果敢同盟军在战略上取得重大进展 成功夺取关键桥梁 有效阻断了缅军的援助 面对这一变数 缅甸军政府不仅急需反无人机设备 同时督促缅军发动反攻 然而果敢同盟军 以牢牢占据重要地区 直接威胁缅军的供应线 胜负未卜 缅军或迎来反攻 当前阶段 果敢同盟军表现强大 但战局的走向尚不明朗 缅军总司令米昂来 或许将发动反攻 尽管缅军的军事实力仍然十分强大 值得注意的是 米昂来自老街起家 在经济下滑 和失去果敢地区支持的情况下 政治地位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缅军的潜在反攻 果敢同盟军需进一步拓展势力 夺取关键区域 以确保对抗缅军的充足实力 只有在夺取木杰 老街 蜡树等关键区域 并在缅北汉人聚集区进行扩军 果敢同盟军才能真正具备 威慑缅军的实力 政治风云 米昂来面临政治危机 米昂来在政治上面临巨大挑战 经济下滑和失去果敢地区的支持 使其陷入困境 他曾策反果敢同盟军 夺取果敢地区 但现在却面临可能失去这一支点的风险 在米昂来的领导下 缅甸经济自政变以来急转直下 引发了广泛的不满 在缅北的政治漩涡中 米昂来的政治命运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经济下滑和军事挫折 将他推向风口浪尖 米昂来曾经是缅军的领袖 但现在却面临着可能失去领导地位的风险 果敢同盟军的胜利 让他陷入政治危机 他需要找到应对之策 否则政治命运可能无法逆转 米昂来领导下的缅军 在经济和军事上都面临巨大的挑战 战争的延续可能加剧经济下滑 而经济的困境又威胁到军队的战斗力 缅北地区的命运 成了一个政治和经济两难的困境 而这一切的关键点就在于果敢同盟军是否能够巩固其在地区的控制权 果敢同盟军的战略胜利 在这场拉锯战中 果敢同盟军取得了显著的战略优势 他们成功夺取了关键桥梁 有效地切断了缅军的援助和补给路线 这一战略胜利不仅加剧了缅甸军方的困境 也在战略上对缅军构成了直接威胁 缅甸军政府在紧急寻求反无人机设备的同时 迫切需要缅军发起反攻 以七重夺失地 然而面对果敢同盟军牢固控制的要地 缅军的反攻之路充满了挑战 在当前的缅北战事中 缅甸军政府面临的挑战不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 还涉及到更广泛的战略和政治考虑 缅军在筹划反攻行动时 必须考虑到果敢同盟军牢固控制的地区的地理和战术特点 这些要地的地形复杂 防御攻势坚固 使得任何军事行动都充满了难度和风险 军事行动的风险与挑战 要重夺这些关键地区 缅军不仅需要克服技术上的难题 还必须应对可能的重大损失和长期的消耗战 果敢同盟军在这些区域的强大防御 加上他们对地形的熟悉和对游击战术的运用 使得直接军事攻击的代价可能非常高昂 因此缅甸军政府需要仔细权衡军事行动的成本与收益 考虑是否存在更有效的替代战略 政治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除了军事手段 缅甸军政府也许需要考虑政治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与反政府武装进行对话和谈判 可能是缓解冲突的一种方式 虽然这种方法在目前的情况下可能看起来遥不可及 但长期的军事对抗 无疑会给缅甸国内带来更多的破坏和不稳定 而通过和平谈判寻求解决方案 可能为双方提供一个更为可持续和平的出路 尽管和平谈判在当前形势下似乎难以实现 但长远来看 这是缅甸国内稳定和发展的关键 长期的武装冲突不仅消耗国家的资源 还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社会破坏 这对于一个正在发展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和平谈判的必要性 和平谈判提供了一个避免进一步冲突和破坏的机会 通过对话 双方可以寻找共同点 处理分歧 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和平进程需要时间和耐心 也需要双方都有诚意和愿意做出妥协 尽管这一过程可能充满挑战 但它为结束冲突和建立持久和平 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途径 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 和平谈判的成功与否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的政治环境 缅甸政府需要在内部形成一个共识 确定和平谈判的优先事项和可接受的妥协范围 同时 政府需要有效管理国内的民族和政治矛盾 确保和平进程能够得到广泛的支持和认可 建立信任的重要性 为了使和平谈判取得成效 建立双方之间的信任至关重要 这可能包括建立停火协议 释放政治犯或其他建立信任的措施 通过这些具体的行动 双方可以展示其对和平进程的承诺 为更深入的对话创造条件 国际社会的支持与介入 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东南亚国家联盟ACN 及其他相关国家和组织 在和平谈判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支持和调解作用 国际社会可以提供谈判平台 提供技术和政策支持 甚至在必要时提供和平维持力量 此外国际社会对人权和人道主义问题的关注 也有助于确保和平进程考虑到所有受冲突影响的人民 未来走向缅北局势的变数 缅北的未来充满变数 战局的发展将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国感同盟军需谨防缅军的反攻 同时在占领的地区建立强大的基础 争取汉人的支持 而缅来则需要在政治和军事上找到平衡 以应对来自多个方向的压力 缅北汉人聚集区成了未来的关键因素 国感同盟军如果能够巩固其在这一区域的地位 将拥有更大的政治和军事空间 然而缅军也在寻找机会 在这一地区重建势力 汉人将成为冲突中的关键玩家 他们的支持或反抗将左右整个缅北的命运 争议的结局 政治格局的波澜 缅北的危机远未结束 战局的不确定性 使得整个地区的政治格局充满波澜 国感同盟军是否能够维持领先地位 缅来是否能够扭转目前的颓势 这些问题将决定着缅北未来的走向 无论最终局势如何 缅北的争端将持续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局势 产生深远的影响 缅北的动荡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以色列 俄罗斯和泰国的武器交易 将成为地区平衡的重要一环 国际势力的介入 可能进一步复杂化局势 将缅北的问题 拖入更广泛的国际纷争中 这使得缅北的未来 不仅是国内政治博弈的舞台 更是国际决力的焦点 缅北的不确定性与挑战 缅北的局势 在变幻莫测中继续演进 缅来的决策 将决定着缅军的命运 国敢同盟军的行动 将左右缅北的未来 战争与政治 经济与军事的交织 使得这一地区充满了不确定性与挑战 缅北将继续成为一个 充满争议与争端的焦点 其未来命运 或将决定着整个缅甸的政治格局